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一个人怎为之旧 怎为之不旧 年轻人往往都会以肉体的关系 衡量爱的分量 爱慢慢失去了原本带给人的快乐 留下的往往只会是裂痕 我先放下桌上网 終於買到褲眼鏡了 怎麼搞的 不關你的事,你很過分 女孩子這麼不玩 她自己上載一些照片 又不讓人留言,小氣到 你過來看看 看看,有甚麼事 那個 對了,說你過分 她自己說的更過分 就是 不如整理她一幕吧 也好 我有辦法 好 搞定 覺得怎樣 還好 這麼棒 這次甚麼戲都燒了 看了怎麼死 好,我們現在再上載 我賣相開 好 好 我和爸爸和阿姨明天回大陸 明天都不知道回不回 你出門 行了 我想問阿俊明天想不想來 如果我會呢 行了 你很煩 總之明天我哪個都不見 哪個都不去 留在家做老姑婆 這樣好不好 我和我 媽媽 我們女兒長大了 再半不了 我好心 打算問阿俊明不想來 我在雪櫃製了些布甸 你們父女好像跟我有仇 整天覺得我甚麼都管著你們 對了,對不起 快點檢查我們的回鄉證 有沒有帶到 嘩,不是吧 十幾個miss call 喂,G小姐 怎樣啊 是不是有人跳樓 還是你想告訴我 下年又大陸收我 不用我那麼熟 不用我那麼辛苦讀書 我去洗個澡而已 要不要打十幾個電話來 對啊 蛤,不是吧 唉唷,好過分啊 明天怎麼見人啊 哈哈哈哈 我今天怎麼出去啊 不要緊啦,有我疼你嘛 你說的 幸好他們今天出去了 家裡只有我一個 他們不會見到我的眼睛腫了 他們今天出去了嗎 是啊 那不如讓我上來陪你疼你吧 我真的很不開心啊 喏,就這樣說吧 一會兒你等我電話一下 Yes 上來的家嗎? 喂,她說我肯的 最近的那間漆仔在哪裡 漆仔? 街上好像有間 人家應該答應你嗎 喂,那我先走了 好 你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不要不開心 他們很過分 我好像被他們脫光衣服拍照 他們只是用Protoshop拍出來 不是真的 我只是自拍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 不如我們進房間吧 怎麼了? 害羞嗎? 不要 怎麼了? 平時你在K房間又怕有人 上時鐘酒店你又不肯 那…那我… 我對你不好嗎? 你一不開心 我又買花上來 又摸上來了 如果你不喜歡我 算了 分手吧 我找一個肯定愛的女生 不准啊 我也有需要的 行了 那好吧 你不要不要我就行了 那我等一下放了 那我等一下放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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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累啊 媽媽 這麼晚我先去洗澡 是 媽媽 你看看家印回來沒有? 我看看 謝謝 哎呀…你幹嘛開我的燈呢? 這麼暗 都沒有來精神的 我喜歡啊 你別管我那麼多 咦? 是誰的? 阿俊她留下了 阿俊她上來嗎? 你昨天又說她… 沒有啊沒有啊 你什麼都沒有做過 唉…我們兒子溫輸的 行了行了行了 你走吧 不要煩我了 走吧走吧 剛才看到的短片 可以看到現在青少年 都會面對的問題 有怎樣處理性關係 還有網上欺凌事件 今集我們請到註冊社工 李健音姑娘 Annie和大家聊一下 到底怎樣可以面對這些問題 還有作為家長 又可以怎樣幫助子女呢? Annie 在短片那裡 一開始就會見到 一個網上的欺凌事件 其實這些事件 對受害人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平時好像見到網上有很多流傳了 例如有些不同的人身體的相片 或者是有些所謂叫做 惡作劇的相片 這些這樣做的人 其實就好像覺得很小疑科 或者是一個惡作劇很簡單的事 但其實對受害人來說 可以是一個很長遠 或者是很深的影響 包括可能他們 剛才這段影片裡 其實都有反映到的 例如會睡不著 會令到他有很多的擔心 有很多的焦慮這些情況都會出現 甚至乎可能會有些情況 因為這樣而不敢再上學 或者是不敢再上班 接觸其他人這些情況都會有 但是那個加害那些青少年 可能覺得這樣也不關我事 其實會不會有刑事責任在裡面? 很可惜就是暫時 其實香港法例裡 都未曾針對著這些網上性暴力的情況 有一些刑罰 所以亦都因為這樣 其實看到很多流傳著 一些不同的在網上的資訊 都會繼續存在 那你覺得為何那些男生 那麼喜歡用女性的身體來開玩笑? 我想其實現在你會看到很多 很多傳媒都會把女性的身體 特別會是把它放大某一些部位 或者會用很多不同的字眼 去形容一些女性的身體 例如事業線這些 其實都不斷鼓吹在社會裡面 大家就要把那個目光 放在女性的身體上面 也都因為這樣的緣故 其實大家都會好像知道 我如果用這些東西 其實可以作為一個 攻擊對方的一個武器 所以我想也都因為這些原因 其實令到大家好像都不斷 繼續在這個所謂性的文化 或者是女性身體這些文化裡面 繼續不斷延伸下去 但是其實現在很多青少年都好像短片裡面 那兩個男生 就是說假的 身體也是假的 而且這樣也不行 那麼作為女生 又或者是受害人 面對這些的話 可以怎樣面對處理呢? 我想第一樣就是 當然明白當事人其實會有不開心 亦都會有相當的影響 包括我想在她的社交圈子裡面 其實都會有很多說話 可能會因為這樣而產生出來 但是另一方面 我想作為當事人 其實可以勇敢地去向其他人去澄清 或者甚至乎表明其實她自己的立場 對於這些惡作劇 其實她是非常不接受的 我想認真點讓對方知道 其實這不是一個遊戲 而是對我來說是一個傷害 我想也讓對方知道 其實這些東西不是可以用來玩的 嗯 甚至可否受害人 再看清楚自己的社交圈子裡面 會否有一些朋友真的不懂尊重人 再去篩選一些朋友 嗯 我想長遠其實是可以讓對方知道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也很難再繼續作為一個朋友的相處 謝謝阿姨 這一節暫時談到這裡 下一節我們會繼續探討一下作為家長 到底怎樣幫助青少年自己的子女 去面對戀愛的問題呢 歡迎回來節目的第二節 在第一節裡面我們看到一段短片 女主角一開始受到網上欺凌 於是不開心就打電話給男朋友訴苦 誰知傳遞了一個錯誤的訊息 最後在不情願的情況下發生了肉體關係 其實很多時青少年就用這個肉體關係去代表了愛 其實肉體關係只是愛的其中一部分 而不是全部 阿姨 很多時候時下青少年都會用肉體關係去衡量愛的分量有多重 那其實算不算是一種戀愛中的暴力行為呢 其實我想無論是甚麼關係都好 如果說其中一方是不情願的時候 其實這已經是一個暴力的對待 所以其實當中在片段裡面 雖然好像最終女主角都不反抗 但其實也會看到她中間有表達過她不想 只不過是受到要脅之下而令到她最終屈服 其實這也是戀愛性暴力的 但好像看回短片裡面 那女主角只是因為不開心打電話叫男朋友上來 開解一下自己 但誰知男朋友就認錯了訊息 那作為女生 那到底怎樣可以清楚表達訊息給男朋友知道 其實我是不情願的 我想現在很多青少年會很容易把一些假設 放在一段戀愛關係裡面 包括沒有人的時候 就一定是跟性有關的了 這些時間 又或者對方的衣著 即她今天穿得比較少布一點 或者可能她穿得比較 casual一點的時候 是否等於她可以任我去做些甚麼呢 很多時候其實男方都已經有一些假設在裡面 但是我想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如果真是說一對拍拖的戀人 其實應該都是要互相尊重 她都要明白其實當時的女生 真的很清晰告訴她 我真的不開心 其實我很想你來跟我開解一下 而不是做任何肉體關係上的事情 當然我想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對方好像有一些行動的時候 其實女生都可以繼續堅持告訴對方 就是我這個時候真的不想有這個肉體關係 亦都讓她知道 其實你現在對我做的事 其實都不尊重我 但如果萬一好像短片裡面那個男生這樣說 嗯…那我找到另一個吧 其實會不會是一種要脅 即是用一個肉體關係去換取那個感情呢 都挺常聽到的 你愛我其實就要給我 我有需要你也要滿足一下我的 我想很多時候在拍拖關係裡面 女生都會聽到這些說話 但我想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女生都讓對方知道 其實我也有自己的界線 如果我覺得其實在我們的關係裡面 未去到這一步的時候 都讓對方知道 其實在這個階段我不想這樣 而反過來 其實當一個男生這樣用這些說話 去要對方屈服的時候 其實作為女方都可以告訴她 如果你真的愛我的 其實你要尊重我的決定 嗯…那甚至乎有些女生 很有趣的他們的想法 會用肉體關係當作一個禮物 送給這個男生 其實這些思想又是否正確呢 其實當然 我想現在好像很多人會把一個性關係 擺到好像很重要一樣 是的 也有很多女生就會覺得 我一定要留回我的第一次 給一個我覺得很重要很愛的人 這樣 但是其實好像剛才你所說 其實肉體關係只是其中 就是在戀愛裡面的其中一小部分 反而就是雙方之間在日常生活裡面 其實他們在拍拖生活 可以有其他很開心的時間 也有很多其他的生活部分 可以一起參與 所以不一定要把那個焦點放在性這方面 那如果萬一也不准傳遞錯誤訊息 就盡量避免叫一個男生 上來單獨兩個人在家便會好一點 是的 還有我想可以在拍拖的初段的時候 都讓對方知道其實你自己的立場是怎樣 是的 因為始終拍拖其實很難避免會是兩個人單獨在一起 又或者是大熱天時 我又很難穿到全身包住了 那我想要讓對方知道其實我的衣著 或者是我選擇去什麼地方 其實有我的自由 但是不等於一定要扣上一個肉體關係 那再看一段短片 其實作為那個女主角的爸爸媽媽 其實她很關心她的女兒 她也很想跟她的女兒去溝通 但是她的女兒似乎就不太願意 所以跟爸爸媽媽多聊一句話 其實也不是鼓吹 只不過在現在這個社會 青少年會有這個肉體關係 其實也很難避免 很難禁止她們 那到底作為一個家長 可以怎樣了解自己的子女呢 我相信關係其實是不會突然間發生 變成好關係的 所以其實真的需要靠平時的關心和慰問 而不是真的去到發現到有些東西的時候 還用一個好像質問的方式去跟對方說 譬如剛才在片裏面 媽媽就很容易就問 為何有隻錶 對女兒來說其實都很抗拒 覺得你是否懷疑我某些東西呢 其實很多時候這些說話上面的小小技巧 其實都會阻礙了大家的溝通 但是我也看到很多青少女 其實在她遇到事的時候 其實最容易去找到的 就是她的父母的支持 所以我想平日的關係上面 如果可以多些時間 真的給一個關心給子女的時候 其實子女有什麼事都會願意分享 但是家長和子女說一些有關於育體性上的事情 好像很尷尬 那家長那方面呢 到底怎樣可以處理這方面的尷尬 我想其實家長本身 都首先要有一個比較開放一點的態度 當然她說的開放 就不一定說你做子女的什麼都可以去做 而是多些去聆聽 而不是說很快就去做一些判斷下去 至少聽了女兒或兒子 其實發生什麼事 最近有些什麼是令你覺得不開心的 了解了一件事才慢慢再跟她聊 那就會比較有效一點 所以說家庭幾時都是一個人最大的支柱 但是好話不好聽 其實父母在自己身邊到底有多少年 所以最後怎樣學會去愛 都是靠自己 作為青少年 那怎樣可以做好戀愛之前的準備呢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時候都會聽到 有些小朋友 可能十歲 十一歲 或者有些其實再早些 就已經說自己有拍過拖 但其實也都可以想像到 她怎樣去理解愛這件事 可能都是很片面 或者是有很多誤解在裡面的 所以其實年輕人在她踏入去青春期 好對於性也好 或者對於拍拖有好奇之餘 其實都應該要更加認識自己 對於愛 或者對於自己一些立場上面 其實自己怎樣看的呢 不論是說身體界線 我在拍拖的時候 其實我容許對方和我有幾親密 另外就是愛裡面 其實是不是真的愛等於性呢 還是我需要的是一些關心 一些愛護呢 又或者說那種關心 其實是怎樣形式的關心 其實這些在裡面 都有很多事情是需要知道 不過我知道現在 其實年輕人很多時候 就從forum 或者從雜誌 就會得到所謂這些性知識也好 或者一些戀愛的知識也好 但是其實很多裡面都是一些錯誤的訊息 以至到年輕人對於拍拖裡面 很多的謬誤在裡面 很多時候其實可能會出現 剛才片段裡面說的一些性暴力情況 又或者是說一些未婚懷孕的情況 都會出現 所以我想除了父母 是要多些去關心子女 多些在她童年 青少年的階段 去灌輸一些正確的性教育之外 其實年輕人自己 都要多些去思考她自己 怎樣去看愛這件事 愛是需要學習的 無論是青少年之間的戀愛 還是父母對子女的愛 都是需要學習 父母管轄子女 其實往往都是源自於愛 只不過往往這樣 就造成兩代之間的磨擦 希望今集的內容可以幫到你們 建立一個更加和諧的家庭 我們下集再見